尊敬 我說啊有口音屁啦 我講這麼多你們只在意這個 我真正想跟他們說的事情是 不管怎樣 我也算是一個土生土生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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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神那種輕輕鬆鬆在跟我說 太快了 太快了 開什麼玩笑 我是人 你們是嗎 你們都要沒命了 你們還無法你們開什麼玩笑 為什麼要把你們拉進來 我們根本就不該是同類耶 我是人 而且我還不是你們這裡的人耶 我可是台灣人 你們到底對我做了什麼 你這個人啊 忍不住了 我只是在這裡工作 難道我沒有回去 繳稅繳健保嗎 什麼都怪了 我就不想來 他們都很平常開一個人 這下嘛 我再這樣被欺負就算 他把我自己的家也回去 所以你就大發脾氣 什麼發脾氣 我還想把那些電腦給砸了 我跟他們講這麼多 他們只在意我們 我們口音 我們回去輸票 我當然是拔了網友線 我就往下輸 我告訴你 我從來沒有發過 這麼大的脾氣 隨著風 上 下 盤旋 盤旋之後向下 俯衝 接著往天空中急衝而去 可是覺得我這麼一個人類沒有半點底 於是我試著靠得更近 盡量可以看見他的眼睛深處 嗨 我是小斑點 那樣啦 這句話很熟悉 有小哥哪裡聽過 有小哥自己說過 不過現在聽著我心裡覺得一點感覺也沒有 這只是夫人出來時隨便下她的一個房間 這只是夫人出來時隨便下她的一個房間 吃的都是最新鮮的挪威鮭魚 怎麼樣 天上有個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幾個黑點輕輕地向下跳 其中一點朝我這裡的陽台飄來 我結果一看 是一根毛 鳥的羽毛 他站著龐大的翅膀朝我衝來 然後停在酒店陽台的欄杆上 不管了 我們先上去看看 我們上去抓緊我 我抓緊硬的抓緊 抓緊緊扣著我的手 他翅膀一整 我們就飛上天了 但當我們衝出雲層的那一瞬間 那種超脫一切的喜悅 真的令人激動得難以形容 突然 我感覺到頭上出現了一個陰影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近 在我還沒反應過來之前 陰鑼已經撞上去 這個撞機沒有聲音 卻是那麼的沉重 陰的頭漸出了血 羽毛一掉你 左翅膀會被拋出去 上頭那個網絕絲毫沒有破損 我人間開始發抖 但我又不能叫他下來 我沒有勇氣叫他下來 不知道他絕對是衝突 但我也知道他絕不 趕緊放棄 而我呢 我實在是生不一樣 從想在耀眼到幾乎 看不起的光明 天色漸黑 我再怎麼猛吹口哨都沒有反應 他衝進雲層的時候 陽光整個被陰鑼給遮住 在遠遠的那端 消失 在遠遠的那端 消失 我可以改善 不然 我可以改善 居庭的 cho製 傷的 臭